今小大廈可不可以看嗎? 很精彩 怎樣精彩? 雖然有點恐怖 但劇性很高 有一種吸引力 我繼續追看下去 不錯看 有個寶寶 做到寶寶就好像很瘋 回來探望媽媽 媽媽很快就可以過來扶你 剛才兒子是我的兒子 不是你的兒子 你真是瘋的 之前沒有這些劇 但這個很獨特 拍得很好 情緻很好 而且他都挺攝人 一般口碑都很好 聽到朋友看了都說 很精彩 很難找到這樣的劇 你幫我找他吧 所以會說話很正常 劇集金蕭大廈熱播反應熱烈 其中單元故事阿呼 冬冬失蹤 當爸爸媽媽問其他住客 有沒有見過冬冬的時候 整班住客都說冬冬根本不存在 他兩夫妻一直都沒有小朋友 你哪有小朋友的? 沒見過 林老師就有這個解釋 你有沒有聽過曼德拉效應? 沒有 其實曼德拉效應 是一位研究超前現象的學者 在2010年提出的 他說記得曼德拉在80年代監獄小 而很多人也是這樣說 大家還說記得 在電視直播喪禮的時候 他太太哭得很淒涼 而事實上 曼德拉不但沒有監獄小小 還在90年代做南非總統 直至2013年過世 這種集體記出錯就稱之為曼德拉效應 至於為何有這樣的現象 有人說是平衡時空 即是有些人真的經歷過這些事 只是發生在另一個空間 又有人說這些人被人刻意改變了記憶 又有一個說法就是 這些人本來是第一次接觸這件事 只是腦部記憶出錯 以為自己很久以前聽過 再認同這件事是真有其事 雖然以上種種解釋都毫無根據 但事實這個現象亦有發生過 例如美國人有很多人都記得 甘賴地被刺殺時坐車是四座位 但事實當時車是六座位 其實在劇中 都有很多場景出現過曼德拉效應的徵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例如這個鐘和後面的海報 大部分人的一鐘 都會見過鐘標上四的羅馬數字 是IV 但事實大部分都是以四個I來標示 那其實真的怎樣 又好像劇中出現過的海報 Los Angel之前應該是LAS 但現在變成LES 愛登市家庭The Adams Family 之前是ADAMS 但真正寸法應該是ADAMS 這些都是普遍的 曼德拉效應的例子 那東東有沒有真正存在過 觀眾又怎樣看呢 剛才東東還在 東東 去了一個 另外一個世界 他覺得自己開心不舒服的世界 其實你覺得東東是有存在過的 有存在過 如果自己讓你選擇 你會保持這個結局 還是寫過另一個給他 寫過另一個 應該是怎樣 因為我個人不喜歡 所以我希望把東東救回現實世界 然後他們就沒有學業的壓力狀況下 繼續生活 好嗎 好嗎